自从我们去年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是怎样快速将手机的旧的数据传到新的手机里面去 第一个视频就是从iPhone的旧手机传到新的手机 第二个就是当中我们发现 iPhone旧手机传到新手机发现有很多问题存在 我们又做了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最后发了一个从Android的系统的手机数据传到新的iPhone里面 我们做了总共做了三期视频 但是发现三期视频做下来 我们很多朋友们发现有些问题 就是一直在传输数据不成功 因为我们当时做视频只是一个过程拍下来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中间碰到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在这个视频中你们发现一些问题之后 再去开始传输数据可能会顺畅一点 我们先说一下旧iPhone的手机传到新的iPhone里面的 一个主要准备几个项目要准备好以后再去开始传送 第一个就是旧手机系统一定要升级到12.4以上 不管你iPhone6还是6s以上的 你只要能升级到12.4以上 你都是可以传输到的 所以你要把手机系统升级到12.4以上 第二个就是手机的内存 手机内存新机依然大于旧机 当然你的旧机的内存 你装的很满了 你装满了装不下来 你那个新机的手机内存反而比旧手机还小的话 那肯定是传不过来的 因为它的内存不够 这个你要把它 确定你的手机旧的手机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超过新的手机内存大小 第三个一定要打开WiFi蓝牙 这是必须的 另外蓝牙留意一下 如果你传输的时候出现问题 一直不知道什么解决的话 你把旧手机的蓝牙打开以后 但是你们那些设备给它移除掉 就是蓝牙打开 但是设备给它remote掉 就是去掉 不要去年的手表 那些东西都什么可以打开 另外需不需要 SM卡呢 这个不需要的 你可以把那个手机里面的卡都去 这都可以 因为卡用不上的 因为这卡干嘛呢 因为你的WiFi 它的平衡ID激活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没进到WiFi激活 就可能就有问题了 而且我们传数据一定是通过WiFi 往来也去传的 不是通过SM的移动网络的网络去传的 如果通过移动网络去传的话 那个几百个G 你下的一个电影几百个G 你倒要好几个小时 它能下的下来了 而且速度要那么快 可能就不行了了 另外一个就是新手机 新手机不能激活 现在激活了 就反正你打开就能用了 新手机一定要 是未激活的 就是新开机的 打开就是hello 那个界面的 如果新手机 你是激活了 也没问题 你把它重新给它抹掉 抹掉 恢复到出场状态 打开就是hello 还没有完全设置的一个手机 一个新手机的状态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这些东西准备好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根据我们的 以前的视频的步骤 一个个去传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摄像头如果坏了 旧的手机 旧的手机的摄像头坏了 怎么能传呢 是可以的 它也可以不用通过摄像头去扫描 也可以通过手动念证 那个有一个选项的 下面有一个选项 可以通过手动念证去识别就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同的ID下载的APP可以传吗 大家有看到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有一个小火箭 那是不同的苹果ID系下载 因为我们的远远国内的ID 刷不到的 所以你那个是可以传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另外的ID的密码 因为它在传数据的时候 它会要你输入不同ID的密码 输进去正常了 它就会应该会下载的 这个是OK的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在传的过程中 就是卡在设置APPID 或者数据传出与取消 这种东西出现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解决办法 就是把手机去把新的手机 把新的手机激活 激活以后 然后给它把系统升级 因为有些手机拿到手上 不是最新的系统来的 把它升级到最新系统 然后给它抹掉 就是还原抹掉 这个时候还原抹掉 不会把你新升级的系统给抹掉的 它还是新的系统 不会抹到旧的系统去的 因为系统还原 这是数据清掉 并不是把你的系统给清掉 所以是没问题的 就把它还原 就升级先激活升级 再把它还原 再去传数据 基本上会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了 这就是我们中间发现的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旧手机不想升级 不想升级到12.4 以上应该怎么传来 那肯定就只有其他办法 一个是通过你的iCloud去传 还有一个是通过你的iCloud去传 通过电脑去传 这两个东西就是你把你的数据 备份到你的iCloud iCloud你当然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你的手机数据很大 你要去到iCloud去传数据 上到你去的话 你需要购买你的iCloud的空间 这个空间也很贵 不建议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没有电脑的话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然如果又有电脑的话 你肯定用电脑去备份就更简单了 你用电脑空间大嘛 对吧 对 这个就是我们 如果你不想升级手机的 旧手机的系统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传 还有人在问就是 传完以后 原来的旧手机的进度还在吗 当然是在的 这个只是把数据传过去 并不是说传的就把它清掉了 所以了旧手机里的数据都还是在的 这个没问题的 完全是可以 都是在你的 所以让你传的时候 大胆放信息去传 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再去传都可以 因为旧手机数据都会在的 都会在的 只有新的手机传不过去 出问题 那你身上的手机 你要重启就可以了 当然重启的时候 要纽约一下 怎么个重启 就是先按音量加 再按音量减 最后长按那个 键元键 这个就是我以前的视频里面 有说的 就是怎样启动 手机卡死以后 怎么去启动 启动它这个手机的一个方法 还有有人在问的 就是下架的那些软件 能不能传过来吗 当然是传不了的了 因为下架 它就没有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传过来的数据 就是传 手机传过来的时候 它也要接触到你的 那个App Store 你们那些数据的 如果你下架的没有了 它应该传过来 就没有了 当然就像我们的 Coke音乐 你们的一些下载歌曲 有些传不过来 因为它是那个是付费的 你付费的东西 基本上就传不过来了 因为它这个 是一个板前的问题 传送的时间很长 是什么影响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主要看你的网络 主要看你的WiFi网络速度 你的WiFi速度过不过快 你的内容就过不过快 快的话 那传的就快了 如果不快的话 也很慢的 这个大家都会 应该很多人都试试过 这个传这个数据 花的很长很长时间 才传过来 有人在问 必须连WiFi 这个我刚刚说了 必须连WiFi 不可以通过移动网络的电话 就是我们的电信网络的话 那个是存不了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新买的二手手机 就是为了事情 手机传去 把二手还原 这套手机的系统 会奖励为出场值吗 这个也不会 很多人不一定是买新手机的 都是买的一个 买的一个新手机是二手的 这个二手手机 就可能我们 现在13出场 可能现在还有买12的 这个很正常 或者说别人淘汰的 二手手机也可以 但是这个二手手机 现在是已经在用了 但是也只是可以通过 之前的方法 把它抹掉 还原 然后恢复出场值 作为一个全新的手机 这样的话 就可以通过旧手机 传到新手机来 就是把二手的手机 作为一个 全新的一个 没有激活的手机 这样去传数据 也是可以传的 这个就是我们 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希望能帮到大家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再依依给大家解决 希望帮到你们 OK 我们的这次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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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